根據美國疾病防控中心的數據 心臟病是美國人死亡的主要原因 人們已經意識到心臟病是可以預防的 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是可以逆轉的 逆轉心臟病可以通過四種方式 增加LDL受體的活性 1 降低肝臟內膽固醇的濃度 肝臟是體內膽固醇水平的調節器 它產生的膽固醇並使用LDL火粒 將它發送到細胞 它還可以將其轉化為膽汁鹽 並將其排泄在糞便內 來去除膽固醇 當我們吃高纖維食物 例如碗豆、扁豆、潮鮮梗和西蘭花的時候 纖維可以阻擋膽汁被重新吸收 這樣迫使肝臟增加它LDL受體的活性 將LDL膽固醇帶回肝臟 配合成更多的膽汁 2 降低炎症水平 炎症是身體自我癒合的過程 而LDL膽固醇是這個過程中的重要參與者 每當有損傷或創傷的時候 肝臟會增加LDL的輸出 降低LDL受體活性 從而使得LDL在血液循環裏保持一定水平 並幫助改善炎症 為了減少炎症 你需要清除環境和飲食裏的毒素 提高睡眠的質量 減輕情緒壓力 並提高暴行或瑜伽等低強度活動的水平 你還可以補充薑黃等抗炎的食物 或維他命E和C等 以減少氧化應激的反應 3 改善甲狀腺功能 如果你感到沮喪、脫髮 並且膽固唇膏 你可能需要改善甲狀腺的功能 為了改善甲狀腺功能 首先減少炎症 炎症會關閉甲狀腺激素的產生 同樣重要的是 要確保你吃的是營養豐富的食物 睡眠也是改善甲狀腺功能的重要因素 確保每晚在同一時間入睡 並且得到足夠的睡眠 4 提高胰島素的敏感性 異形糖尿病是心臟病的主要危險因素 其原因是胰島素、LDL受體活性 和甲狀腺功能密切相關 例如 當細胞對胰島素產生了抗時 它會導致甲狀腺功能和LDL受體活性下降 因為身體會以為是食物攝取 其結果就是高膽固唇、高血糖 甚至是更高的心臟病風險 另一方面 當細胞對胰島素敏感的時候 甲狀腺功能和LDL受體活性增加 導致血糖穩定 膽固唇降低 減低患心臟病的風險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